大家好,这里是佛之园频道,今天要给大家分享的是 大吉兆,十、月一道,这、六、大生肖,一定要买彩票 尤其第一名必中投奖,天财运极佳,前有贵人,后有财神 错过再等十年,随著、十、月的到来 秋风送爽,财运也开始悄然变化 对于某些生肖来说,这段时间不仅是工作生活中的重大转机 更是横财天财运,饱棚的好时机 特别是那些拥有强大财运,和贵人相助的生肖朋友 十、月的好运,简直是前所未有的 今天我们,要谈到的六、大生肖 尤其是排名第一的生肖 财神和贵人双双助力 无论是彩票天才,还是事业投资 都有巨大的获利机会 一旦错过,可能再等十、年 第六名生肖诸年出生的朋友 一直以来以憨厚老实著称 平时看似没有太多波澜的生活 却会在十、月迎来惊喜连连 这段时间,生肖诸的朋友将感受到一种特别的能量 无论是正财还是横财运 皆呈现大幅增长 特别是在偏财方面 生肖诸的运势会非常强劲 除了工作上可能会有 加薪或额外的奖金外 投资也会获得意外的收益 甚至连日常的购物优惠 小型抽奖都会不断 给他们带来金钱惊喜 更令人羡慕的是生肖诸 这个月还可能遇到贵人 这位贵人 可能带来不菲的合作机会 让他们赚得盆满钵满 总之 十月对于生肖诸来说 财运就像滚雪球一样 越滚越大 尤其是对于 喜欢购买彩票的生肖诸 这个月将是一个 极佳的中奖时机 不妨勇敢一试 第五名 生肖马年出生的朋友 一向行动力强 胆大心细 十月属马的朋友 将迎来事业上重大转机 尤其是贵人的出现 为他们的职场生涯 注入了强大的推动力 在正裁方面 属马的人 在十月的表现尤为突出 特别是在业务拓展 和创新专案上 会有惊人的进步 贵人的引荐让他们有机会 进入更高层次的平台 职位提升 薪资翻倍 此外 这段时间内 属马的人 还可能遇到长期合作伙伴 未来的收益将持续增长 不仅如此 天才方面 属马的朋友 也可能在一些小型投资 或副业上获得不小的回报 整个 十月 他们的财运一路畅通 堪称事业和财富的双峰收期 第四名 生肖虎的朋友 一向拥有冒险精神 和敏锐的嗅觉 这让他们在投资理财方面 总能抢占先机 十月 属虎的人将迎来一次 财富的猛增期 尤其是在投资方面 他们会做出几个 非常明智的决策 让资金迅速增值 这段时间 生肖虎的正财运 也相当稳定 职场中的表现 会得到上司和同事的肯定 薪资有望调整 甚至可能有机会 获得意外的奖金或分红 同时 他们在副业或偏财方面 也会有不错的收益 尤其是长期投资的专案 可能在 十月营来爆发期 另外 生肖虎在这段时间 还要特别注意 身边的人脉关系 因为很可能会有贵人出现 帮助他们进一步 提升财务状况 总的来说 十月对于生肖虎来说 是财富快速增长的黄金时期 第三名生肖杨属杨的朋友 在 十月的运势以稳定为主 虽然不像某些生肖 那样财运爆棚 但他们的正财运势稳步上升 特别是在职场中 他们的努力将得到回报 收入稳定增长 属羊的人一直以来都比较低调 不惜张扬 但这并不妨碍他们 在事业上的稳定发展 这个月他们的工作表现 会得到领导的认可 升职加薪的机会不容小觑 此外 他们的细心和谨慎 在投资理财方面 也会发挥重要作用 特别是长期投资的专案 会在 十月 逐渐显现出回报的迹象 天才方面 属羊的朋友可以尝试一些 小规模的投资 或参加抽奖活动 可能会带来意外的惊喜 总之 属羊的朋友在 十月的财运 虽不如其他生肖 那么波澜壮阔 但稳定增长的趋势 将为他们带来长期的收益 第二名 生肖猴的朋友 一项以聪明灵活著称 尤其在抓住机遇方面 总是比别人快一步 十月 他们将迎来一个 充满机遇的月份 财运一路攀升 在事业方面 属猴的人将会遇到不少新机会 这些机会可能来自于 工作中的新专案 或者是人脉关系 带来的合作邀请 无论是哪一种 这些机遇都将为属猴的人 带来可观的正财收入 另外 属猴的朋友在天才方面 也会有不错的表现 特别是在副业或投资领域 容易得到意外的收益 虽然属猴的人性格多变 但 十月的他们 会显得更加稳重 这让他们在财务决策上 显得格外敏锐和果断 第一名 生肖龙 龙年出生的朋友 一向是力量与智慧的象征 十月 属龙的人 不仅在事业上迎来一波高峰 财运也不断攀升 尤其是横财和偏财运势 这段时间将呈现出 强劲的增长 属龙的人在事业上 不乏表现机会 这个月他们的创新能力 和领导力将得到全面展现 升职加薪的机会就在眼前 而在天才方面 他们也有不错的表现 尤其是一些之前投资的专案 可能会突然爆发 带来可观的回报 如果有喜欢买彩票的朋友 十月不妨大胆尝试一下 这个月你们有贵人 和财神的双双助力 中投奖几率很大 此外 属龙的朋友在这个月 会遇到贵人的帮助 这位贵人不仅能够 指引他们 走向更高的事业高峰 还会在财务管理上 给出有益的建议 让他们的财富更上一层楼 这对于属龙的人来说 是横财滚滚的好时机 不容错过 在这个充满机遇 与财运的十月 这六个生肖的朋友们 无论是正财偏财还是横财 皆有望获得大丰收 但财运虽好 仍需脚踏实地 懂得抓住机会并努力付出 才能将短期的财富 转化为长久的富足 无论是事业上的贵人相助 还是生活中的横财运来 都应该抱住积极的心态 去迎接挑战 为未来的成功 做好充分准备 希望大家在十月中 能够用心把握机会 迎接丰厚的财富 并且在生活中找到 更多的快乐与成就感 纳摩大慈大悲观 是因菩萨 保佑诸位全家 平安顺利 吉神相随 所求如意 逢兄化吉 神志动达 幸福如意 心想事成 如意吉祥 万事圣意 财源广敬 笑口常开 生意兴隆 蒸蒸日上 福如东海 寿彼南山 年年有余 世事顺心 万寿无疆 真心祝愿 诸位增长福寿 如意吉祥 愿三宝加持和护佑 今天要给大家分享的是 不得了2025年 这 五 各生肖 最有钱 有老天帮助 后有财神招财 意外之财不断 摇身一变有钱人 2025年即将到来 这一年对某些生肖来说 将是一个财运 和机遇不断的年份 天时地利地推动下 这五个生肖 不仅有老天的帮助 还有财神爷 招财尽宝 意外之财 更是频频降临 让他们一举翻身 摇身一变成为有钱人 当运势与努力 相互结合 这些生肖 会迎来人生的大转变 无论是在事业 还是财富上都会大放异彩 成为人群中耀眼的存在 生肖鼠 2025年 对于鼠鼠的朋友来说 无疑是财运爆发的一年 鼠鼠的人天生精明灵活 对于财富的敏锐度极高 再加上老天的助力 让他们在这一年里 无论是正财还是偏财 都将迎来巨大的收获 尤其是在事业上 鼠鼠的人有机会迎来 意想不到的升迁机会 并且容易得到上司的赏识 权力与地位的提升 将为你们带来 源源不断的财富 在投资方面 鼠鼠的朋友明年 适合进行一些中长期的财务规划 哪些过去你们曾经 犹豫不决的投资专案 2025年会让你看到 丰厚的回报 并且能够实现财务的飞跃 此外 鼠鼠的人明年的偏财运 也格外旺盛 特别是在春夏季节 一些意外之财会频频降临 无论是股票 房地产还是投资其他的专案 你们会发现财富 在不知不觉中累积 虽然财运兴旺 但也要注意脚踏实地 不要过分依赖运气 要抓住每一个机会 持续努力 这样才能真正实现财务自由 并且让财运持久绵延 生效龙鼠龙的朋友们 在2025年 有助前所未有的强劲运势 财神爷的加持更是 让你们的财富指数飙升 鼠龙的人天生有助 领导者的风范 和强大的执行力 这使得你们在事业上 有助过人的表现 明年的你们特别容易 在职场上脱颖而出 尤其是那些身居要职的鼠龙人 更容易得到升职加薪的机会 成为团队中的核心人物 财富与地位双丰收 除了正财运之外 鼠龙的朋友 明年的天财运 也相当不错 2025年尤其适合 参与一些高回报的专案 无论是短期投资 还是创业 鼠龙的人都将评级其智慧 和胆识取得不小的收益 不过 鼠龙的人也应该谨慎理财 避免因过度自信 而忽视潜在的风险 在财富积累的同时 稳健的理财规划 会让你的财运更加稳固 实现长期的财务增长 在人际关系方面 鼠龙的朋友也会有贵人相助 这会对你们的财运和事业 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 因此 2025年对鼠龙人来说 无论是事业还是财富 都是一个飞跃的好年头 只要积极努力 财神的眷顾定会如期而至 生肖狗 2025年鼠狗的朋友 将会迎来财富的丰收期 鼠狗的人一向 以忠诚和稳重著称 这让你们在工作中深受信赖 明年老天爷 将特别眷顾鼠狗的人 财神爷也会不时带来好运 在事业方面 鼠狗的人将迎来重大转机 无论是转换新职位还是创业 你们都有可能 成为职场中的黑马 出其至胜 财富自然也随之滚滚而来 鼠狗的朋友在2025年 适合进行稳健型的投资 特别是房地产 和固定收益类的投资专案 这会让你们的财富稳步增长 对于那些有 长期理财计划的鼠狗人来说 明年是个很好的时机 你们会发现财富的积累 变得更加容易 且回报比预期更高 鼠狗的朋友们 要特别留意人脉的扩展 因为明年的贵人运也非常旺 许多时候一些重要的机遇 和财富增长 都将来自于身边的朋友和同事 因此与其单打独斗 不如加强合作 这将是鼠狗的人 在2025年实现财富自由的关键 生肖蛇鼠蛇的朋友们 在2025年 将会迎来一次巨大的财运爆发 鼠蛇的人向来以冷静 理性著称 这让你们在面对财富机遇时 能够冷静应对 从而抓住每一个能带来财富的机会 特别是在天财运方面 鼠蛇的朋友们在明年 会有许多意外之财的到来 这些惊喜的财富来源 有时会来自你过去的积累 有时则来自于你意想不到的途径 明年鼠蛇的人 尤其适合参与一些投资专案 特别是那些 具有潜力的创新型产业 由于鼠蛇人 敏锐的观察力和判断力 你们能够提前洞察市场变化 从而在其他人尚未发现时 就已经开始获利 这一点在2025年 表现得尤为明显 鼠蛇的人有机会 在财富积累方面走在最前端 不过鼠蛇的朋友们在2025年 也要注意避免过度风险 尤其是在天财运较好的时候 更需要保持冷静 不要让一时的财富增长 冲昏了头脑 理性理财 保持稳健的投资策略 才能让你们在这一年中 实现财富的长期增长 纳摩大慈大悲观是因菩萨 保佑诸位全家平安顺利 吉神相随 所求如意 逢兄化吉 神志动达 幸福如意 心想事成 如意吉祥 万事圣意 财源广敬 笑口常开 生意兴隆 争争日上 福如东海 寿比南山 年年有余 事事顺心 万寿无疆 真心祝愿诸位增长福寿 如意吉祥 愿三宝加持和护佑 留下自己的心愿 在评论里 点赞祝福别人的心愿 自立等人 大愿就可以实现 大家好 这里是佛之缘频道 今天要给大家分享的是 好运福气盯上 财神不请自来 钞票滚滚进口袋的生肖 生肖狗 生肖属狗的人 今年虽然太岁对他们有影响 但是这并不影响他们福气 和好运对他们的眷顾 你们有了福气和好运 就能够减轻 太岁对你们的干扰 让你们在三月开始 就可以正财偏财督道来 让你们财源滚滚 财气大发 事业生活都能够大红大紫 所以生肖属狗的人你们 在三月必定可以过得如鱼得水 你们在今年赚到很多钱财 过得更加春风得意 钱财不请自来进到你们家 让你们一生福气多 财运大 生肖羊 生肖属羊的人性格比较温和 心肠也是比较柔软 看不得别人 受一点的痛苦和磨难 他们总忍不住地去帮助别人 而且很少会和人发生矛盾 从来不会与人发生争执 就算是他们心里面不舒服 也不会说出来 总是屏住能忍就忍的态度 他们意见与别人不同 的时候他们 也总是很耐心地与人沟通 或者是退一步海阔天空 他们结下了很多的善缘 这些善缘在他们职场当中 会给他们很大的帮助 他们在五月财神 会不请自来进入他们家 让他们大富大贵 让他们工作当中顺顺利利 各方面的福气和运气都会大张 会越过越好 人缘会越来越旺 人际关系也会越来越稳定 运势一天更比一天好 生肖牛 生肖属牛的人 老师本分任苦任劳 他们从来不会喊一声怨言 总是在背后默默地付出 不求回报 对他家里他们 更是有多少就付出多少 他们从来不炫耀 默默地在自己心里面 做住自己的打算 他们的想法自己认定之后 很难让别人改变 他们从来不会对人苛刻 生肖属牛的人 上天更是会眷顾他们 各路财神也会眷顾他们 让他们此生无灾无难 财富更是连绵不绝 让他们好运和福气一起到来 常伴他们的左右 让他们一生都大富大贵 无灾无难 五月更是财富 如洪水般地拥进他们的家门 让他们应接不暇 你们一定要提前做好准备 在以后的日子里 过得更加一帆风顺 那摩大慈大悲观是因菩萨 保佑诸位全家平安顺利 吉神相随 所求如意 逢兄化吉 神志动达 幸福如意 心想事成 如意吉祥 万事圣意 财源广敬 笑口常开 生意兴隆 蒸蒸日上 福如东海 寿彼南山 年年有余 世事顺心 万寿无将 真心祝愿诸位增长福寿 如意吉祥 愿三宝加持和护佑 最有福气又有钱的 三生孝女 财运好 丈夫疼 旺夫新家 生孝龙 鼠龙女人贵气满满 她们天生待财的命格 贫瘠自身的精明能干 婚后福气倍增 日子越来越好 鼠龙女人很有事业心 她们能够兼顾好事业和家庭 为丈夫分担家庭的重担 龙女温柔能干 婚后贫瘠只会生财 她们吃苦受累也不怕 所以属龙女人 必然会得到财神的眷顾 婚后注定运势亡 家门富贵多金 生孝兔 生孝兔女温柔机智 工作上能够随机应变 她们坚韧的内心 不惧挫折和失败 能够扛起家庭的事物 让老公在外打拼 没有后顾之忧 鼠兔女人一生福报身后 多有贵人辅佐 她们在婚后会 和另一半努力打拼 让老公在外打拼 没有后顾之忧 鼠兔女人一生福报身后 多有贵人辅佐 她们在婚后会 和另一半努力打拼 积极进取 实现家庭的经济保障 娶到鼠兔的女人 是丈夫的福气 因为鼠兔女人 不会嫌弃另一半的事业 即使婚后 家庭经济情况一般 她们也不会抱怨 而是和丈夫一起打拼 创造幸福的生活 鼠兔女人 乐观进取的精神 会让她们的才气 越来越旺 婚后小日子 必定可以和和美美 家门富贵多金 生肖牛 生肖牛女 独立自信 做事稳重 善于思考 她们不喜欢冲动决策 还能够为丈夫的事业 出谋划策 婚后属牛女人 越来越好命 她们可以展现 自信和才华 事业越来越好 能够为丈夫 带来更多好运 鼠牛女人 孝顺公婆 家庭十分和谐 她们望家宅 望后代 不管现在家庭如何 未来一定可以 越过越富 鼠牛的女人 催生福气 日后家中不缺财运 望富新家 日子越过越强 鼠牛女人 越活越年轻 那摩大慈大悲观 世音菩萨 保佑诸位全家 平安顺利 吉神相随 所求如意 逢兄化吉 神志动达 幸福如意 心想事成 如意吉祥 万事圣意 财源广敬 笑口常开 生意兴隆 蒸蒸日上 福如东海 寿比南山 年年有余 事事顺心 万寿无将 真心祝愿诸位增长福寿 如意吉祥 愿三宝加持和护佑 四四年才一次 如果你最爱的人属牛 或家中有属牛的 一定要接 如果你最爱的人属牛 或者家里有个属牛的宝贝 那可得好好接下这波好运来了 传说中只有四十四年 才有这么一回的机遇 据说属牛的二零二四年 一到五月份 就能坐地生经 不得了不得了 家里的财源滚滚 富贵吉祥 这日子过得简直不要太爽 说起来 人和人之间真的没啥太大区别 重要的是心态 成功的人会说 虽然难 但肯定能做到 失败的人呢 只会嘀咕 能做是能做 但太难了 瞧瞧 这心态 一个能登上巅峰 一个呢 只能望洋心叹 所以说 绝境不过是一段距离 一个门槛 转折过后 就是全新的自己和世界 再给大家八卦一下生肖牛 大家都知道 生肖对个人命运 有助莫大的影响 十二生肖里 每个生肖 都有自己的磁场和节气关联 这就决定了性格和基因 性格啊 那可是决定命运的大事 属牛的朋友 他们本来就有潜力 性格爽朗 懂事 会理财 事业好运不断 打个比方 就像是家里的小金库 天天涨 运势爆棚 一家人 福气连连 财富满门 各位属牛的朋友们 只要找准时机努力 遇到难题 旁边总有贵人 伸手相助 积极向上 往好的方向走 幸福就不远了 咱们再详细说说 属牛的四季人 春天出生的牛人 老实本分 责任心强 少年时期多磨难 但总能一步一步往上爬 夏天出生的牛人 那是传统的一塌糊涂 一辈子都是 为家庭和事业忙碌 求得就是 家里头的幸福生活 而秋天出生的牛人 人缘好 乐观 遇到困难 从来不退缩 冬天出生的牛人 上进心强 脚踏实地 为人忠实可靠 颇受他人信任 生肖牛注意事项 在春风得意之际 不可忽视三大凶星 对平安健康方面的巨大伤害 特别是警惕年终的时候 如果处理不当 则可能会转疾为凶 血刃凶星对身体 受伤的影响力较强 务必提防 受到意外伤害 人生如戏 每个人都会有发财的机会 特别是属牛的朋友们 30至50岁这个阶段 财运旺旺的 全因为他们的老实本分 和经历的风雨 不过啊 顺风顺水时候 也得小心照应身体 别让小病小痛乱了好运势 总之属牛的兄弟姐妹们 只要保持好心态 把握好时机 努力奋斗 2024年的五月份 说不定就能一飞冲天 从此走上富贵之路 咱们属牛的 加油啊 那摩大慈大悲观 是因菩萨 保佑诸位全家 平安顺利 吉神相随 所求如意 逢兄化吉 神志动达 幸福如意 心想事成 如意吉祥 万事圣意 财源广敬 笑口常开 生意兴隆 蒸蒸日上 福如东海 寿彼南山 年年有余 事事顺心 万寿无将 真心祝愿诸位增长福寿 如意吉祥 愿三宝加持和护佑 属狗的人这一生 遇到劫难的年龄 请为他们转走消灾劫难 生肖狗的人本身是一味正 一感很强的人 但是为了 自己心目中分量很重的人 他会不惜一切 头脑虽然不彩 但是 却欠缺表达能力 所以很难 将自己的心意传达给对方 就是因为这样 他常常受到误解 也经常感到即刻孤独 生肖狗的人 十分讲义气的一个生肖 他们能够为朋友两肋插刀 很多事情到了生肖狗 这里都能够圆满解决 他们就是传说中的问题解决师 但是不是所有的问题 都那么容易 生肖狗的人 也会遇到一些难题 尤其是在这三年 他们的人生陷入了最低谷 前路迷茫 快来看看到底是那几年 一 33岁注意家庭和谐 33岁生肖狗的人 会遇到很大的家庭问题 可能很多时候 生肖狗的人 在外面跟朋友们时间太长 久而久之 引起了家庭的不满 所以这一年 他们的口诀最多 很容易产生一些矛盾 搞得家中鸡犬不宁 最后家人也是身心疲惫 所以奉劝生肖狗的人 对待朋友最好有个度 大家都要兼顾家庭 事业朋友 才是最和谐的状态 二 35岁注意事业低谷 生肖狗的人一直以来 跟朋友们一起闯荡 很早的时候 就有了生活经验 当然 在财运方面也是一直不错 能够负担家庭的重担 但是到了35岁这一年 他们的事业开始停滞不前 甚至有倒退的现象发生 究其原因就是 因为生肖狗的人 学习能力减弱 很多时候被人赶超上来 所以事业 遇到了前所未有的低谷 最好是能够多多学习先进经验 改变现状 才能够调整工作状态 重新开始 三 48岁注意身体健康 48岁是生肖狗的本命年 这个本命年生肖狗的人 可谓是霉运连 不仅是在工作上 在身体上的问题最严重 他们的健康在这一年 会有很大的退步 以前能够完成的运动 今年开始觉得吃力 而且大量的疾病 也让他们身心疲惫 所以生肖狗的人 一定要注意保护身体 保持自己的身心健康 是第一位的 纳摩大慈大悲观 是因菩萨 保佑诸位全家 平安顺利 吉神相随 所求如意 逢凶化吉 神志动达 幸福如意 心想事成 如意吉祥 万事圣意 财源广静 孝口常开 生意兴隆 蒸蒸日上 福如东海 寿比南山 年年有余 世事顺心 万寿无将 真心祝愿诸位增长福寿 如意吉祥 愿三宝加持和护佑 留下自己的心愿 在评论里 点赞祝福别人的心愿 自立等人 大愿就可以实现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